5月9日 向尊长谦功是本分 向平辈谦虚是和善 向小辈谦虚是高尚 向人生谦虚是安全 有一个信徒到寺院拜佛 只可是招呼过后 随即对身旁的老和尚说 有信徒来了,请上茶 不到两分钟,又对老和尚说 佛桌上的香灰要记得擦拭干净 拜台上的盆花别忘了浇水啊 中午别忘了留信徒吃饭 只见老和尚在年轻的枝客师指挥下 一下子盲东,一下子盲西 信徒终于忍不住好奇地问老和尚 他是你什么人 怎么总是叫你做这做那的呢 老和尚得意地说 他是我徒弟呀 我有这样能干的徒弟是我的福气 信徒来时,他只要我倒茶 并不要我讲话 他只要我留信徒吃饭 并没有要我烧饭 平时寺里的一切都是他在计划 省了我很多辛苦呢 信徒布姐再问 不知你们是老的大还是小的大 老和尚说 当然是老的大,但是小的有用啊 老人的智慧与经验固然是家庭社会的一大资产 然而一个社会的发展 也不能缺少年轻人的活力与动力 父子之间的代购问题 只要身为父亲的 不要凡事以权威性的命令 而能改以关心辅导协助的立场 学习老和尚的交棒 而想轻浮的心情 看着儿女成长 儿女也能学习尊重父亲的经验 智慧 不要躁尽排斥 如此又何来代沟之友呢 文思修 只要长辈不要凡事以权威性的命令 学习老做小 如此又何来代沟之友呢 每日同一时段 与您相约有声书香